麻煩各位放下了些東西,可以站起來給記者朋友拍些照片 這個位置,我沒怕這個位置 好,差不多了 各位午安,歡迎出席今日的記者會 首先介紹今日為大家主持記者會 是包括發展局局長黃偉倫先生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林世雄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處處長劉俊傑先生 以及規劃處副處長鍾文傑先生 今日記者會首先由局長做一個簡介 然後回答大家的提問 先將時間交給局長 讓我先擺好陣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出席今天的記者會 政府剛剛向立法會提交文件 就住中部所有人工島 相關研究和成立大嶼山補助基金 是諮詢發展事務委員會的 我希望接下來就文件提到的一些重點 做一些補充的解說 特別會提到我們關於工程造假的初步的 操略的估算 在較早前 土地供應專額小組指出來非常之清楚 就是香港面對嚴重的土地供應短缺 政府也認同 專額小組指出 我們不能靠單一的選項去解決我們的土地問題 我們必須繼續以多管齊下的方式 增加我們的土地供應 而明日大圓景 建議在交易州附近發展人工島 可以提供一片較大面積的土地 讓我們整傳地規劃各種社會所需的用地 配合香港在不同方面發展的需要 特別是讓我們有一個機會 透過這個整傳規劃 建立一個平衡和可持續發展的社區 在住屋方面 交易州人工島 提供到大約一千公頃的土地 預計可以提供大約十五萬到二十六萬個住宅單位 當中七成 即是十萬五千到十八萬二千 在供應房屋 所以 或者規劃中的新發展區 和新市鎮擴展區 大家都異熟能長的 包括古龍北、芬陵北、新發展區 其實這四個區合局可以提供 如果你看回公營房屋單位 加起來都是十三萬的 方向我說交易州 其實單單一個交易州 就可以提供十萬五千到十八萬二千火的公營房屋 你看到其實也透過這個項目 可以避免我們繼續依賴 在新界北 作進一步的住宅發展 讓我們的人 住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 更加接近 亦可以讓我們新界不需要承受不斷增加的人口壓力 交易州人工島 亦都讓我們可以更靈活 彈性地整整規規劃、設計和筹劃 實現兼備完善社區設施這個理念 無論是社區設施、公共空間、陸化空間 這些都是我們移居社區的一些很重要的元素 交易州有機會讓我們做得到 亦都讓社會有條件探討 我們怎樣可以提高我們居住面積 令到香港人可以住大一點 我們都計劃在人工島發展近乎零碳排放的先道區 實現各種智慧、環保和具抗議力的措施 進一步提高整個香港市民的生活質素 現時香港大量的樓宇是面對一個迅速老化的情況 到了2046年 假如我們不能夠克服這個挑戰的話 大約是三十二萬六千個私人住宅單位 住宅單位的樓齡會到七十年以上 較2016年的一千一百個 其實上升是三百倍 交易州有人工島 可以為到受市區重建影響的住戶 提供一個較接近市區的重置土地 也有助社會推動比較具規模的舊區重建 亦透過重建的契機 我們可以調低市區的人口密度 提升社區設施 提升休業空間等等的供應 早前行政長官都說過 明日大嶼的願景 會採用運輸基建先行的方式 為配合交易州人工島的發展 我們計劃按序推薦一組 全新的策略性道路和鐵路的網絡 貫通人工島、香港島、大嶼山 和屯門的沿海地帶 我們相信這些新增交通基建的提供 是會有效地舒緩現時西鐵 和屯門公路的負荷 大大改善新界西北 以至全港交通運輸網絡的表現 當然透過新增的運輸網絡 我們也可以釋放到某些土地的發展潛力 交易州人工島 極之具地理上的優勢 它鄰近中環核心商業區 在交易州 去到中環 我們說是一個十公里的路程 它的西邊 亦都很容易地透過上灣大嶼山 很快地可以去到我們的香港國際機場 這些因素都非常有利於交易州 發展成為第三個核心商業區 我們估計 交易州可以提供大約是 四百萬平方米的商業流面面積 當中能夠提供的高端高增值的就業機會 大約是二十萬個 這個是對香港人 特別我們年輕一代 和我們香港社會未來的發展 非常之有幫助 接下來我講講一些在工程造價上的粗略估算 在這裏我都必須要講清楚 這些是非常之初步的粗略估算 我想屬於法治國必的記者朋友應該都知道 一般來說在做區域和工程的研究之前 我們不會提供相關造價的估算 但是因爲今次我們的建議出來之後 社會上都很關注 究竟我們說 譬如交易州的總統基建填海 會不會是逃空我們的庫房呢 會不會令我們一貧如勢呢 其實我們看過之後 我們有一個很清楚的結論是不會的 但是我想我們不停用口號式去說 不會不會是沒有什麼意思 所以我們都很例外 基於我們現時想掌握掌握的資料 和專業判斷 我們做了一些假設 這些假設 因應隨後 因爲隨後我們會開展規劃局工程研究 的結果 我們相信是會有進一步的改動的 較準確的工程造價 亦都需要有待完成研究之後 才可以推算出來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覺得 衛藥社會進一步 能夠在有更多資訊的情況之下 對我們的建議 再有意義的討論 我們覺得這些初步估算 仍然是非常有意思 也都應該提出來的 工程造價的初略估算是怎樣 我們參考了包括多個近年同類型工程項目的單位價格 之前做了一些前期技術研究的結果 和其他的資料 我們初步的粗略估計 按照2018年9月的價格計算 在交易洲的1000公頃人工 和其他主要項目 包括欣澳的填海 龍古灘的填海 屯門沿海發展區 和優先推展的主要幹道和鐵路 總工程造價 大概會是6,240億港元 如果我再看一些分項 其實如果你看到填海 其實交易洲填海本身 大約是1,400億 上高我們需要一些基建 上高一些本地的道路網絡 一些水、排污的設施 基建大約是1,160億 換句話說 為了交易洲填海和鋪 在上高本身 在交易洲的一些基建 大概是2,560億 而欣澳、龍古灘 和屯門沿海地帶的發展 填海所需的費用是340億 上高鋪一些基建的費用 大約是610億 加起來是950億 換句話說 如果單看填海和填海地區 上高的一些基建 加起來是3,510億 在騰政長官的司令報告說 這次我們的做法和過往有些不同 我們是會用交通基建 一些策略性的交通基建 帶來發展 這個大家都清楚 因為在過往 我們做一些新的 例如發展區的時候 有時候交通基建 特別是集體運輸 是鐵路系統 可能提供會給區的落成有人入貨 我們遲很多很多 這個亦都造成了 譬如說當區居民說 我們開頭的時候 會比較辛苦 因此 因應著 交通基建先行這個策略 這次其實我們在交易洲 這個項目中 我們是體現的 1、2、3、4、5、6 我們這裡是講交易洲去香港島的道路 交易洲去香港島的鐵路 交易洲去到大嶼山的連接路 交易洲去到欣路的鐵路 跟著在大嶼山上到屯門東 一邊駁過去 其實去到屯門南有一個接駁點 跟著去到六合碼頭 我們西部海岸鐵路 總長14公路的鐵路 還有我們的P1公路 就是在大嶼山那裡 我們在現在機場的主要幹道那裡 我們多加一條P1公路 令目前的公路壓力可以小一點 還有屯門的龍門路我們會擴建 我們將這六個項目加起來 總價是2730億 當然也有些市民說 其實可能這些道路 其實無論你是否做交易洲 都應該做的 我們某程度我們都認同這個觀點 但我們在這次來說 我們都將這個數字 是攤出來讓大家看得到 加起來和填海的數字加起來 加起來 如果認2018年9月的價格計算 就是6,240億 但是做了出來的土地 它是會有收入的 在這裏我想強調 我們看的只是交易洲 人工島上面的私人住宅 和商業發展的土地收益 這個大家知道 香港差龍師學會 早前做過一個估算 那個收入 那個土地 透過賣地 得回來的收入 大概是9,740億 到11,430億 七龍師學會的股算 它是用那個上限的 即是它假設了 私人住宅的數目 是7萬8千個 在我們提出來的數目 我們其實是一個範圍 所以在我們這裏 我們經和七龍師學會談過 我們也可以提供下限的數目 因為按比例提供 它覺得也是適當的 即使我們在說 如果我們的私營房屋 是4萬5千個 即是在我們提供出來 4萬5千到7萬8千 我們拿下限 土地收益股算 仍然是去到7千070億 至到8千230億 它這個價格 它是用於2019年第一季 跟我們2018年第三季 相差不多 即是中間可能有一兩個百分點 你通脹 但是分別不大 是絕對可以互相比較的 在這裡想強調的就是 我們不是在說 因為這樣 我們要起一條道路 大家如果 有做開運輸筆 或者做開我們筆的記者朋友 你會知道 如果我們說 是不是事不起一條道路 或者是一條鐵路 我們從來不會說 因為這樣賣地 賣到多少收入 我們是否起一條道路 或者是否起一條鐵路 其實看回社會 當地社區 對回交通基建的需要 在這點上我們沒有改變過 今天我們破例的 將數據攤出來 其實讓大家知道 其實我們在基建方面的投入 其實在收入上 我們會回來的 而我要強調 我們這個是非常保守的一個估算 在交易州 不要忘記 我們還有十多萬的公營房屋 他們都有價值的 這些公營房屋包括租的 也包括拿出來賣公營房屋 是完全沒有價值計算在內 透過相關的交通基建 包括剛才我所說的 譬如說在屯門西沿著屯門海岸的鐵路 其實我們也不會釋放到 在屯門的一些 其實現在的土地 可能它沒有一個高密度發展潛力 包括落浪碼頭 將來它也會變成有發展潛力的一個地方 而未來在當中 譬如一些私營住宅 或者商業樓面的收入 我們完全沒有反應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其實如果這麼保守的估算 你也能看到 其實相關的付出 對整個社會來說 是透過賣地 是會回到政府的庫房 結果說 屠空庫房這個說法 不能成立 除了賣地的收益 其實透過第三個核心商業區的發展 方常我講了 我們大約有400萬平方米的商業樓面 有20萬個就業機會 如果我們看回 第三個核心商業區 所以能夠令到香港增加多少增加值 這個是政府的經濟專家看過的 它的估算 每年它對經濟的席血貢獻 其實就是說 這個第三個核心商業區 對我們經濟的增加值 每年 當它全面發展之後 大約是1410億 現在都是說現在的價格 如果我們對比 等於我們目前本地生產總值多少 我們目前本地生產總值 每一年是超過18000億 大概就是5%左右 除了經濟效益 其實有大量的社會效益 我這裡提剛揭令講幾點 方再提過了 透過增加大量的土地供應 新增房屋 特別是有70% 是供應房屋的 可以舒緩社會對房屋 短缺的 在這方面我們的情況 也都提供一個寶貴的機會 讓我們可以剃造 更加高 生活質素的移居城市 特別這個不單止我們講交易區 交易州本身 透過交易州提供的新增土地 其實我們相信可以令到我們有效地 我們終於有一個方法 就是目前的 譬如油尖旺 深水埗 九龍城 一些老舊的區 它的密度已經很高了 其實交易州提供的土地 令我們可以有效地 不單止針對我們 留意老法的問題 其實我們也可以有效的方法 是未來有一個可能性 降低這些老舊 而人口非常囂密的區 那個人口密度 也提供它需要的公共空間 和一些社會設施 令我們有一個更高 生活質素的移居城市 低排放 很Smart的那些 我方才說了 我不重複 第三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可以令我們 舒緩到目前 新界西北 越來越重的交通負荷 新增的工作職位 其實特別對我們年輕一代 我想非常之重要 為香港的市民 提供了非常好的多元發展的機會 都想提一提環境 因為我們都有10億的大嶼山保育基金 大家知道其實我們在大嶼山 我們有一個發展策略的就是 北發展南保育 我們都說得很清楚 我們先保育後發展 所以這次在文件提及的 成立10億元的大嶼山保育基金 我們也是針對這方面做的功夫 接下來我們都會加強一些 管制破壞環境活動的措施和方法 下一步怎樣呢 我們在26日 下個星期 即是下個星期 其實我們會回到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就著我們的研究 我們5億多的撥款 以及就著我們10億的環保育基金 我們會做個解說 一路順利的話 我們會盼望 跟著公務小組財委會 那樣 像行政長官今早說 我們都很盼望 立法會當看到其實香港對土地的需要 是這麼迫切的時候 也都會支持我們研究方案的撥款 我簡介到這裡 麻煩局長 現在是提問時間 麻煩提問之前 講講你所屬的機構和你的名字 商台 是 局長你好 商台陳業斃 想問一下 現在這個估算 整個內部有沒有想過 究竟融資安排是怎樣的呢 就是之前有人說 會不會發債券等等 會不會推行的呢 第二就是看到海沙的供應都比較短缺 這個估算的成本那裡 有沒有計算在內的呢 如果有計算的話 那其來的海沙造價的成本的升幅是有多少呢 還有也想問一下 對於環境的影響 或者氣候變化的影響 這次的估算有沒有包括一些緩解 或者是補救的措施的呢 麻煩你 好啊 我續樣帶你 或者我先講融資安排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特首已經指派了他們 就著未來的融資安排 考慮不同的方法 但這裡我也想指出一點 其實你看回我們每年的公務工程的支出 你當中都會看到一些端危的 在今年我們去到800多億了 其實公務工程項目的支出 如果大家又看回最新的財政預算 其實它有個五年的預計 去到23、23、23、24年 其實我們已經是1,400億 已經是1,300億的 我們講回有關 譬如說我們剛才列出的填海 加上加當基建 總數是6,000多億 我們會分開10至15年去付出 其實每年我們之前講過 就是四、五百億 如果平均來說 當然實情洗費要看回每年現金的樓 不會是平均 但是你平均有一個 變成你也有一個泡沫 其實如果你看回我們接下來幾年即將 我們每年平均的公務工程支出 都超過1,000億的 你知道其實 我們就算在公務工程撥過錢去 我們都會負擔得到 另外當然有個可能性 就是說 看回一些鐵路工程 大家如果熟悉的朋友都知道 我們也有一個方法 我們叫做R-plus-P R-way-plus-property 就是說鐵路加發展 這裏我們不排除這個方法 未定下來 是否會做我們未知道 未定下來 那方才你特別提到債券 我記得債券 其實應該是財政司司長 在可能早兩三個月前 其中一個電台節目 是有一位打進去的朋友提出來的 但他提出來的時候 他不是說他怕你不夠錢 他想給錢 其實他說看到這個項目 因為他也看得比較正面 看到這個項目 其實未來是有收益的機會 其實你看回我們今天提出來的數據 你看到的確是有個土地收益的機會 他說可不可以 都讓我們參與這麼好的發展 所以他就提了說 是否也會發債券 讓我們可以參與 當時財政司司長說 這個都可以考慮 我想接下來 我相信庫務局也會考慮 但我要強調 如果我們發債券 我會覺得 都不是因為我們金錢上不夠 其實財政司司長說了 你看回我們目前的財力 我們的儲備 我們每年的總支出 其實我們整個政府 如果總支出 你看回1920的財政預算 我們已經超過6000億 所以每年我們投放幾百億 下來做這個公務工程 其實你看不到為何會做不到 這是融資安排 沙我也想說一說 我們目前大約每一年 我們有1500萬公噸 我們叫做墮性建築廢料 或者我們public field 其實另一個說法就是田料 適合我們做田海用的 我們目前的估算 由於我們田海工程 可能都是一個 我們盼望25年可以開展 分階段完成 可能都要做十年度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說 大約其實一半 或者甚至超過一半的田料 其實就是這些 我們叫做墮性建築廢料 其實這些料回來 我們不用錢 我們不需要和自己買 當然我們要運到那個地方 另外其實其他 例如說少於一半的 我們現在看到 其實就是目前的東涌 或者三炮開展也是 其實越來越 是用多機制沙 有些叫做人造沙 即是機器 將石頭磨靜山 我要很簡單 讓大家明白 其實機沙會是一個很主要的來源 其實機沙以往 少些這樣用的時候 供應可能少些 但是隨著需求一路大 我們看到 其實很多機沙的來源是內地 其實它生產算是越來越多 如果我用回今天的價格 讓大家知道 其實目前機沙大約是120元一噸 已經比海沙 海沙大約是180元一噸 機沙120元一噸 也輪到香港 不只是生產 輪到香港 所以早前其實有些朋友提出的價格 超過200元一噸 大家記不記得嗎 那些我不去評論它 但是當時也有人指出 可能它那些是淡水沙或者河沙 但是其實填海 如果做批檔 因為河沙比較滑 做批檔或者用 填海不需要用到河沙 現在我們看到 其實機沙的來源 其實越來越穩定 所以這個是令我們看到 所以我們覺得沙的挑戰 慢慢清楚 應該能克服得到 你第三個問題是 應對氣候變化 是 其實如果你看回 一間工程師學會 他出了一個說明 我想我引用他們 可能更加清楚 你不只是聽政府本身說 做一些大型人工島 其實在外地有很多經驗 香港本身也有的 就是我們在填海國的機場 你也看到 在應對氣候變化 是完善得到的 在填海國機場來說 其實如果我 一個很簡單的數據給你 它離開 它的MPD 就是離開水平面 大概是多少 六米多 其實六米多 很厲害的 三個人那麼高 我們在交易洲 我們預估 我們都是六至七米的 我們將來填好之後 離開海平面 是六至七米 其實剛剛過去的山竹 你也看到 其實在我們的香港國際機場 基本上是安然無陽的 所以我們其實也都 我想在公營學會 也都指出 因應氣候變化 如果你說 再要稍微加高一些 或者在適當的地方 等一些藥波石 這些對總成本影響都不大 這些都是很有效的方法 所以我們不擔心 我們有一個提問 Standard Phoenix from Standard The government estimates that the cost should be about 500 billion during the when the budget is released and now the cost already boost to like 624 billion so does it mean the cost will further boost as the construction may not start by like 2025 so the cost will the cost be like 1 trillion as someone has said and secondly there's an assumption in the estimation of the Landsat revenue that the housing price will remain that high like now but did the government 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that if the housing price drops the revenue will also drop so that the revenue can no longer cover the cost and thirdly about what about the cost of the remaining 700 700 hectares of the hailing chow did the government have any figures in mind would it be like that high as this one and also when did the when the government finish this calculation so why did the government call this press conference that urgent is it trying to like divert the social attention from the MTR incident thank you no actually maybe your last question first I think the figures are quite complicated so so we do believe that instead of just letting the paper speak for itself it would be nice for us to have this gathering so that we can explain the figures as well right we do so it's not what you have suggested if I may point it out costs I have to get the fact right on this point what we have said officially because I said it so I think I'm the authority I said that for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1,000 hectare of land for Kau Yichiao the artificial artificial islands at the time we estimated the cost to be between the range of $130 billion to $130 to $150 billion so this time I think we can be a bit more accurate we said it's $140 billion we've never said officially that our estimate was $500 billion I think the chief executive on one occasion when she was asked a question at Logico and the question came something like this if the cost stood at about $500 billion to $600 billion like $5,000 to $6,000 can the government afford it then the chief executive said well on the basis of your assumption knowing that the costs will be spread through a period of of over 10 years that we should be able to afford it I think I just made a similar point just now so that's what we have said $6204 billion $6,241 billion I think it's the first preliminary estimate that we've come up with and I have to emphasize again and again that this is a preliminary estimate subject to future studies of course there will be scope for it to be revised both upwards and downwards the income side I've explained that it's a very conservative estimate if you look at Hong Kong IS estimate in detail then they look at residential price in certain areas including Kai-tec, Changsha, etc. and as I point out we have not taken into account the revenue to be gained from property sale from for example Tianwen from the IRR and also the huge value to be generated by the large amount of public housing when they do have a value mind you we have not taken them into account and one last point I must say I will say that in Cantonese again later on it's very important we put forward the figure side by side so that you know that the project the recommendation and the various related projects will not bring our public cover that's our point even if the income is reduced by say for example 100 billion that would still be worth doing I mean we in taking forward various public projects we've never said that the public projects will have to be basically recompense by revenue from land sale that's never our policy we look at public projects we consider the need for those projects the same page to move forward so 如果我中文 我都想說一說 這句都重要 這個 我們列出來了 之前我們有沒有說過 譬如說是5千億 我們沒有這麼說過 報紙又這樣揣測 是個別... 個別傳媒 它有這樣揣測呢 正式我們說過的 因為我自己說 我很記得的 就說田海 交易洲 那一千公頃何千 一千三百到一千百億 今次你發現 我們拿回準一點 我們說 一千四百億 行政长官在一段时间之前 在立法会答过一条问题 问题的问法就是 如果是五千到六千亿 那你政府知不知道能够支撑得到呢 那行政长官就回答 由于有关的支出 是摊开一个长时间去支付的 每年不是几百亿 因此我们是会支付得到 跟我方才较早前的论述 是一次的 另外就是说回 如果收入不是 譬如说现在是估计的 高限是九千到一万一千亿 低限是七千到八千 又怎样呢 如果就算收入不是七千亿 是六千亿 其实仍然值得做 因为我们提过两个数据 我们提给大家看 让大家知道 其实是不会逃空库房的 但是其实如果你说 我们从来没有说过 这个是一个所谓赚钱的项目 当我们提供一个土地也好 我们提供一个交通基建 其实我们看回社会对土地 或者社会对交通基建的需要 那才是我们最主要的考虑 为什么我们都要提出这两个数字 让大家知道 其实就是对应过了一段时间 社会很怕会不会逃空库房呢 会不会说到香港是 就是政府一贫如势呢 看完这个数字 相信你都心中有数 特别是 其实我们是 为什么说非常保守呢 其中有些是完全没有算下去的 在交易洲 其实七成的房屋是公营房屋 当中也包括可以卖的房屋 一些可以带来的土地上的收益 我们完全没有算 透过基建项目 在全门会有新的土地 是本来没有发展平台 现在是会有的 包括学校码头 它能够有收益 我们是完全没有算下去的 所以其实是非常保守的一个估算 不好意思 我用中文回答英文问题 不过也很欢迎大家进入中文问题 对不起 还有下一个提问 明保 局长你好 明保 明保 石永恩 我想问一些造价 6,240亿 可不可以仔细讲讲 其实是基于怎样的价格 打扯去推这个数据 还有你刚才也说明 其实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变动 那譬如我们去看 其实起码都三条铁路 那里其实是占了三成左右的成本 那铁路其实这几年都不断去超支 其实超支的机会 其实会不会可能做完研究 会是变到8000亿 那个会不会其实都很大呢 那都想慢慢海沙 虽然你说的 譬如一半 超过一半是历史建筑废料 其实有一些环古团体 其实他们都说 其实不是所有建筑废料都适合去做填料 就是这一样东西你怎样去回应呢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最初讲明的大约是17,000公顷 那如下的七八公顷在零售的时候 其实你们打算有没有一个时间表 什么时候可能会不会做公众资商再想推不推 或者会不会计算那七八公顷 其实整个造价可能变成八千多亿 整个万亿的成本 好 我都多谢你问 其实我也很想说一说 先说会否超支呢 我都想跟大家指出一个事实就是 其实刚刚我们看过的 刚刚是十年我们的公务工程项目 超过三千万 就是超过三千万个别 要去立法会拿钱 其实涉及超支 就是所谓超支就是超过了本来的 批准了一个项目预算的 其实是百分之十度的 其实百分之九十 我们都是在相关预算之内完成的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去看 我们批准了原本的预算 我们全部加起来的总数 又将我们真的花了的钱 也都全部加起来 包括了所谓超支的项目 其实我们的预算 仍然是差不多有百分之十三的盈余 就是说我们就算将所有的项目加起来 比较我们本来的预算 所有的项目加起来 其实我们都可以到百分之八十七 所以这个我们都想说清楚 总而是这样 当然有百分之十的项目超支 这个也不是可可的事 未来我们会有不同的努力 包括我们大家如果有跟着这个别 你会知道的 我们的控制成本白都会升格 我们会有一个策略的管控板 让我们可以更有效地 去控制不同项目的成本 我们也会做一个精英学院 就是说其实在政府 去到一定级数要有项目管理责任的同时 我们会其实是透过精英学院 让它在项目管理 包括成本控制上的能力更强 所以接下来 其实对项目的控制成本 我们有信心的 但是都必须说就是说 我们目前的的畜略股算 在做完那个规划和工程研究之后 我们会更精确的股算 可以比这个高也都可以比这个低 但是这个和超支无关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填料 我们也想说 其实目前我们 我们回来的填料已经在用在 无论是东涌的填海 或者是三包正在做的 所以其实看回 如果我们可以再介绍给你 去到这些填料收集设施 其实它有分类的设施 如果是个别的 它说它的件 回来太大了 其实它有方法把它打小 就做回适合填海用 所以我们对每一年 大约是一千万公顶的物料 是可以适合用来填海 我们是有信心的 你都问到就是那一千公顶 一千七百公顶 我们目前的股算是聚焦那一千公顶 因为我们多次出来说过 不好意思我刚才都没有 留了回答你这点 其实七百公顶那个是去的 一千公顶回到交易洲 那个就是十 在七百公顶那里 其实时间表我们都未曾有 我们都说了如果将来 是七百公顶在喜宁州 附近的那个人工 我们去做的话 我们会有充分的咨询 那也想提一点 如果在喜宁州上面 我们是做相关的 填海工程的时候 其实它也会有个土地收入 因为我们都 大家如果熟 那里是另外 其实会有好几十万的人 可以在那里住 如果你股量也是用七三来分 我们亦都会有个土地收入 那如果要用交易洲 做一个参考的时候 所以其实我们仍然有信心 如果我们将来做的时候 我们仍然应该 是社会大众看得到 是不会投空我们的库房 但是现在由于时间 但也未曾有 准观它是明日大鱼远景的一部分 我们觉得大鱼远距离 反而有些误导性 因此我们没有等到 下一个提问 苹果 你好 不舒服 局长你好 苹果日报 钟阿怡 想问回 特首之前公布的明日大鱼的规模 其实是1700公顶 为什么今次独独会漏了 这700公顶 不放到成本股算上 是否担心造价会太高 客派议员难以推展 还有我看到成本股算 都包括优先发展的交通网络 是否还有余下的交通网络 那些成本是未股算 可不可以跟公众交代 其实如果加上这些 所有东西 是否真的有机会 去到一万亿的成本 而真的同空库房 还有刚才行家问题未回答 其实想问回清楚 例如各个铁路 各个铁路 你们基准是什么 去做估算 可不可以详细交代 还有还有问题 一些环团都担心 其实填海造成大量的碳排放 你们将来的工资 希望是零排放 但其实未填 已经可能制造了很多 环境伤害 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 评估过一些环境的成本 会对香港或者地球 构成多少伤害 有没有这些成本估算 麻烦 先回答一下1700公顶和1000公顶 或者我再清楚再说一次 那700公顶一定是虚的 其实连时间表都没有 所以如果作成本估算 我们觉得也不像实际 如果是有个数目 这样摊出来的时候 五度升得很高 目前来说 我们聚焦的是那1000公顶 作为那个愿景一部分 它还是愿景一部分 这个没有改变过 但是将来我们也说了 较早前 土地供应专辑小组的公众参与 我想作为社会主流的意见是支持 1000公顶 当时叫东大约都会 我们觉得是适合的 我们也不会将当时的支持 就当是社会都支持 1700公顶 这样规模的填海 因此如果我们在未来 也不会短暂这几年发生 我相信 就是七八公顶 我们是再推展的时候 我们之前也会有很充分的公众资讯 所以我们觉得做法是合理的 铁路哥多谢你提醒我 遲些我请刘主长讲一讲 我讲完环境那里 在我们之前 为什么会选择了 其实交易洲所住 我们叫中部水域 就是说我们看了几个地方 其实中部水域的海洋自然生态的敏感度 是相对低的 其实选择的时候 已经考虑了这个情况 在未来的 其实我们的规模工程研究 在最早期 其实我们会做的就是EIA 所以在环境影响评估 就会细心考量 究竟对环境有什么影响 如果有影响的时候 能不能够有好的缓解措施 或者是补偿的措施 其实未来 我们现在对环境 都非常重视 其实我们也是会做的 关于个别项目 我也想讲讲个框框 比如说铁路的时候 我们也指了出来 我们会知道的长度 我们对于地方的初步 其实我们会有一些古量 就是建筑 比如它是隧道 是桥的 其实我们有个古量 我们会出一个数据 其实我们也是参考了 近期一些 我们觉得比较相似工程的数据 我们这样做的参考 看看劉处长有没有一个补充 谢谢 我们在评估方面 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假设 因为现在还没做过研究 所以走线 或者是车站的数目 或者是位置 我们有一些价值在 亦都是好像局长所说 我们其实参考了一些 现在现有的铁路项目的价格 亦都因应我们现在这几条铁路的走线 它面对地质的条件 它要跨过海峡等等 我们就做出一个判断和调整 从而得出一个估算 举个例子 譬如现在铁路 我们总场是28公里 我们在上面 我们看到好几段铁路的隧道 都是穿过一个海峡 所以在这方面的隧道的建造方面 是会比较成管上高一点 另外我们看到这里也有一些车站 我们将来会建造的 所以这些车站 将来的修车厂 又或者是其他基电的设施等等 都会在我们的评估里面 放入去的了 好 下一个提问 有线电视 很有线的 想问一下 其实有没有预计 有个说回铁路发展 其实最快会 预计什么时候会有 还有到时港铁又会觉得 负不负担得起呢 还有刚才有提过 说铁路加上房屋的网络 都可以考虑 有没有想过具体会怎么做 还有就是最后 其实看回交易周人工岛那里 总计的造价 其实已经是2,260亿了 其实占了整个粗略股算 是超过四成的 其实市民 虽然说不会涂空库房 但其实当初这个计划 一出的时候 都会有相对大的反对声音 怎样去跟市民说服他们 觉得真的值得去做 而不是令到他们怕到 可能之后会继续超支 谢谢 我想如果你说超支 我方才说了 我不重复了 你看到其实我们现在 推动的成本控制措施 都开始看到成效 你问另一个问题是 一些细节上的问题 其实财务局是未来会看的 我方才说的就是 所谓的R plus P 那个做法 未来我们也不排除 但在现阶段 我们也没有确定会这样做 其实库务局同事 我不是说了 他们也会 就着未来再安排他们 看有没有合适的做法 你也问到港帝 我这里也想说的就是 未来还有时间的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 在说我们 现在做过区画研究 顺利的话 42个月之后 我们做完研究 我们做了一个去城规会 我们做过大公图方面的工作 我们真的填开开始是2025年 所以其实未来这段时间 究竟是谁会营运的铁路 谁会建造 我想现在都未定下来 这些我想就是说 未来在研究的时间 在财务上的库务局会看 在铁路营运的 我相信运货局 也会有很充足的时间考虑 所以不要有个假设 就一定是港帝 现在我们未知道的 下一个提问 历一 旅长你好 香港另一张家文 其实想问一下 就是刚才你说的 根据参与小学会的估算 最多是可以 那个买地收入到 11000亿 9000多亿到11000多亿 也有说过 一些商业用地 可能会变得不太吸引 也会影响卖地收入 另外就是 现在也有另一个关注点 就是很多人都会 将填海的成本 和棕地发展的成本相比 其实现在很多团体都说 棕地的成本 其实可能是几百亿左右 其实政府可能会 怎样回应这些 对于可能填海的成本 是高过棕地发展的成本 谢谢 其实未必可以这样相若比较 但如果我尝试相若比较 如果新发展区 我们现在收地 一尺都是1300-1400元一尺 在我们明日大鱼那里 如果你说填海 做过土地出来 我们的估计是多少呢 其实我们说的是 14000元一平方米 一平方米10.76尺 所以其实都是1300尺 那个土地 其实是有接近的地方 如果你说相关要铺一些设施 比如说排水、排污 种种相关的设施 无论是棕地发展 或者是在嘉宇州 你同样都要做一些事情 我们也提供了一个数据出来 另外有一些事情 其实再难比较 因为棕地 其实大家会熟知 在香港目前的棕地 除了几个新发展区 我们找了出来 可能比较大块 连在一起之外 其实相对来说 如果你看回土地公正专项小组 比较零散细碎一点 接下来的区学处会 就住没有涵涵 在我们各个发展区 的760公顷的棕地 他做过研究 他找一些相对大一点 相对是近 主要的交通基建 看看有没有高密度 住房发展的空间 但是发展起来 其实在嘉宇州 那一千公顷的经济效率 以及计划的规模会有很多 因为它不需要给一些 譬如说 当中可能有一些很珍贵的植物 当中可能有一些地形的限制 当中可能有一些股份 股算我们要适当处理 嘉宇州其实是很整存的 所以那个效益其实是会更高的 去到那个成本 我其实之前也说过 如果在新界一路再进一步发展的时候 你也要考虑就是说 在新界博更多的主要交通基建 回市区 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股算 但是那个会不会比我们 在嘉宇州搏回去市区 嘉宇州我们方才也说 回到香港岛 其实去到西环那边 我们四公里多些 如果你说在新界 再有大型的公路 是要回市区的时候 其实经过一些已发展的地区 它究竟便宜一些贵一些 它未必便宜一些 所以其实我想这样的比较 是会全面一些 我不知道有没有答到你方才的问题 其实我方才也多次说 其实它相当保守的 有机会大家可以看回 七阳诗学会出的新闻稿 因为我们自己政府方面 地挺住专家看过 觉得它非常合理 因为它现在来说 它也说得很清楚 它不是一个正式的股价 它不是一个正式的股价 因为我们未来的好长时间 它是一个粗略的估算 或者一个反应 其实你看回 为什么我说它非常保守 除了我方才多次指出 就是有一些地方 其实它完全没有计算的 工库房子没有计算 在六合华堂没有计算 其实你看看我们最近买过的 去到四、五万元一尺 但是当然 我们明白就是说 在分解宇州的核心收入区 一开始的时候 它不会有中环的规模 如果一开始的时候 就等于现在中环地王价格 这个不较实际 所以其实它的股 八千、九千元尺 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保守的股价 但是正如我方才来说 就算再低一点 低一千亿 其实你仍然会看到 基本上 我们付了出来的 透过卖地 是相当多 如果不是多个都相当多 会收回来 其实我们只是想说这一点 而现在看好保守的数字 其实我们的收入 是会超乎我们的付出 下一个提问 港台英文台 Mr.Wong,Timmy from RTHK The LandTao Tomorrow Vision Project 是会设算 $624B 那会将会向上升 那么多 你认为公先的谓法 会跟究竟的出来 στagfloor,会不会再会回到共同 الس页 你认为公司? 会怎么办 会会上一个公司 会有公司的公司 公司的公司 记者就是公司 市场的公司 对上来打到不出 I think I would disagree with you that it would necessarily go up this is a preliminary estimate with explaining why the detailed estimate will be subject to the coming study so it can be revised upwards or downwards that's how I look at it of course we will continu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public as to why this is worth our while this is a good investment this is good for Hong Kong this resource of many of our problems of course we'll continue to do that on the question of consultation if you knew our in the context of planning and engineering study there will be actually at least two stages of public engagement to look at how to look at how to optimize our land use for example if you look at the recent statement by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rchetypech so that to how to plan it better basically how to go forward integrating planning with the the latest architectural design to make it a good place for people to live in and work at So those are the things that that will feature in the public engagement but as regards to broad direction as regards whether we should proceed with I think we've already dealt with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that's the five-month public engagement conducted by the task force that's very thorough yes Well you said you said I'm you said you said and how to be that the the I'm I don't know you said I that I don't know you sai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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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能控制呢? 因為看到其實有2000公頃 都有做鐵路 但其實現在鐵路 基本上過去幾年 條條都超支 怎樣可以給市民信心呢? 另外就是 如果是有1000公頃的供應 會不會流價的股算 就是賣地的收益 可能沒有想像中那麼多 麻煩你 你第三個問題 其實你第三個問題是複雜的 可能我邀請你去看 其實區學署 對我們未來幾十年的 樓宇單位的需求研究 其實接下來三十年 我們大約需要 九十幾萬到一百萬個單位 怎樣來的呢? 其實就是它會看回我們 因為我們戶口還在增加 我們到了2040年代的初期 我們戶口數大約是 你當是五十萬左右 不惜設居所的 我們大約是十萬左右 重建 因為到時其實 我方才不是說過的嗎? 假設我們甚麼都做不到的時候 到了2040年的時候 我們超過70年樓宇的單位 是有三十多萬的 所以那裡有三十多萬的 另外一些短暫的人口 這不是說單程 只是人口是說 譬如說來香港讀書的 他住幾年而已 那裡其實都是九萬十萬的 如果我們看三十年的需要 所以加上他們 我們未來新增單位的需要 我們是說九十五萬到一百萬 如果你一直跟著 政府我們透過 短暫的改劃 我們加大密度 中場我們透過新發展 加起來我們現在大約找到 就是六十萬個單位 六十六十一萬個 我們還欠四十萬個 透過私人發展商一些重建項目 現在每年大約平均三千多個 三十年是十萬個 我們還欠二十多三萬個 所以其實那個需求是因切的 方丈人我都說 其實如果你看回 差量師學會的保守 他在估計的價錢 其實他是保守的 如果你看回契德 現在不是在估計的價錢 但我相信他已經是 因為這麼長時間 他很多已經是計算作為 在我們跟他聯絡的時候 他也說了他也是保守的 而我們本身 地政署我們的差量師 都是這方面的專家 都是認同他們的方法 我方才也說了 我們還有一個更加保守的 就是其實有一些 如果不在交易周人工島上面的 賣地的收益 我們完全沒有計算是會有那些收入的 你還有沒有第二個問題 成管控制 其實我們會跟回我們一路的做法 遲些到真正是立項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有APE 就是我們每一個項目 我們會核准了預算 我們會盡我們一切的力量 確保在那個預算之內完成 萬一需要調整的話 其實也要去很充足的 立法會解釋 我方才也介紹了 其實你看看我們過往的往績 其實我們九成的項目 我們都成功控制得到的 接下來透過我們增強政府 在成本控制的能力 我們有信心這方面 我們會做得更加好 好 最後一個提問 大公 大公 局長你好 大公報 曾敏哲 其實我關於成本 都想問你 其實現在大嶼 交易洲填海 其實你已經有一個初步的時間表 但是以往的基建都告訴我們 其實拖得月後的話 那個成本可能比你們的估算 會爭很遠 其實你們現在有沒有估算的話 其實根據你們現在的估算 如果是工程是每次一年開始 或者不是跟你們現在的時間表做的 每年的成本可能是 上升的幅度大概會是多少呢 另外還有第二個問題 就是關於那些鐵路基建的時間表 因為你們說明是要基建先行 但是這些鐵路是 上年施政報告員提出來 以往都沒有什麼 甚少探討過 甚至是有些相關的 你們都覺得是不可行 你們現在其實初步的時間表 是要鐵路基建怎樣推展 配合整個交易洲填海 謝謝你 好 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沒有理會 如果你說前後一年多少數 但是我想給你另一個資料 其實你看回我們土木工程 我們Civil Works的Tender Price 就是土木工程的標價 其實有一個指數在這裡 如果用2015年 其實你說是不是一直升 其實不是的 2007年 因為當時我們宣布十大基建工程 到2015年 它差不多上了100% 但是如果你看回2015年到2017年 它回落了25% 2018年其實是平穩的 所以如果你說很簡單的去猜 就是不一定會有一個很急劇的上升 這不是我們近幾年看得到的 其實近幾年如果我們用現在 比回2015年 其實是跌了的 所以這個就是有上有落 我想這個因素是多的 可能也看回不單止香港 在附近地方會不會對基建很大的需求 所以這不是一個很簡單的關係 通脹當然會有 但是對實質的支出不會有影響 那是一個名義上的影響 你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你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鐵路的推展 鐵路的推展 其實我們一直出來說都是這樣的 在以往 如果我們沒有基建先行這個概念 我們做一個新區 你會看到一個什麼局面 可能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路也會在 但是如果那個鐵路 可能要那個區開始住到二、三十萬人 如果我們說重鐵的話 才能夠支持到重鐵的推展 住到二、三十萬人 可能都是十年之後的屈洩 它再推展的時候 所以鐵路出來 可能就是第一批人進去 再過二十年或二十多年 你都未見到一個鐵路出來 這次其實我們在規格上 如果你看到我們研究 我們會研究一下 我們寄望就是說 我們說我們希望2032年 第一塊比較大塊的土地 可以高人居住和工作的 是可以出現的在交易州 到路我們寄望當時會有的 我們的計劃 鐵路2032年恐怕都未馬上會有 但是我們希望那個間距 那個間距 可以減到譬如3至5年 接下來我想我們做了 一個詳細的區域工程研究 我們就會比較有信心地說得到 但是這個做法 比起以往沒有運輸經驗先行 已經是一個十幾二十年的提升 好 再回港台 好的 請 請 監考了最近一些他們覺得合適的地方 賣地的成交情況 然後再經過適當的調整 所以他們覺得與其政府自己去做 其實與差量師學會去做沒有什麼分別的時候 我們引用差量師學會的數字 可能是更加適當的 第二個問題是關乎立法會 我想我們接下來會做有稅的工作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想問這件事 其實我們眼前不是說 為了工程撥款 未能到達到那裏 我們眼前是說我們的研究 第五億多的研究 我們盼望立法會會支持我們 跟著我們的研究本身 我們現在看到我們要做42個月 我們也有信心應該會爭取到立法會足夠的支持 但我想如果有不同意見的話 我們也會努力去交流 好了 記者會到這裏結束 多謝各位 好 差不多了 記者會在這裏結束了 好了 差不多了 記者會在這裏結束了 我再回答這條 如果 我回答你 如果在研究那裏 我們需要立法會 給予我們背款才能進行得到 我再說 我想立法會有不同黨派有不同意見的 我們會努力爭取立法會對這個項目的支持 在現階段我們都有一定的信心 是會爭對這個支持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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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